HELLO 大家好,我是DN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 KIN,今天你知道我帶你來到一個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什麼地方 今天呢,因為其實我發現 近年來,我們台灣受到紅衣小女孩 還有這陣子的人面羽的影響 對,我發現大家開始對父也感到興趣 抓到一頂管來,死模式那一頂管 連呼秀啊,槓虎壞 暴公暈暈就天台 小男妹,暴命虎心,這個不尊重 嗯,就是因為在電影中,大家會看到 這些妖魔鬼怪再怎麼厲害 始終都鬥不過虎爺將軍 就是很兇狠 這邊我要跟大家稍微的簡單說明一下虎爺他的由來 嗯,虎爺他其實在我們民間有很多種的稱呼方式 一般通常我們都是講虎爺 再來就是講虎爺將軍 嗯,那還有的人會說下唐將軍 嗯,為什麼會叫下唐將軍 主要是因為,其實我們看到虎爺 一般通常都不是供奉在神桌上 在神桌底下 對,一般通常我們去廟裡面拜拜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特地彎下腰,然後就是拜虎爺 嗯,但是我今天帶你來的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嗯,他主要就是拜金虎爺 他們都簡稱叫做金虎爺將軍 因為他的金身本身就是金色的 嗯,非常的莊嚴 然後整個就是金光閃閃 再來他的眼睛 我所找到的資訊 他的眼睛本身是有點像那種貓眼石這樣子 嗯,他好像是用虎眼石還是貓眼石 就是炯炯有神 對,那基本上 其實今天主要帶大家來這個地方 除了我們要拜拜以外 我還要順便給你一個禮物 嗯 最近你跟我探險 常常時不時不是你出狀況 就是Alan出狀況 沒錯 那今天帶你來 我要帶你來請一個很厲害的法器 嗯 這邊他們自己有請師父開光過虎爺令牌 哦 你記不記得之前養鬼人他說 他的小鬼曾經跟一個虎爺令牌鬥過 對對對對對 今天我要帶你來請的就是虎爺令牌 嗯 而且他是吃過泡的 那究竟吃過泡是什麼意思 我們待會進去之後 我們再來詢問一下 這邊的會長到底有吃泡跟沒吃泡 他的差異性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直接帶大家進去這個 金虎爺將軍的這個宮廟 好 走吧 哦 現在一到門口 這裡有一隻 狗狗 他是有點虎的形狀耶 嗯 身體有點虎斑 有點虎斑 有點算是在看家的感覺 嗯 他還知道要看鏡頭 對 你看他超可愛的 有點要睡覺的臉 但是他是看著鏡頭 打起精神 對 然後這一間就是金虎爺 將軍他們的這個宮廟 高雄分會 他們算是高雄的分會 聽說啦 台灣現在全省幾乎都有這個金虎爺的分會 近年來真的因為受到電影的影響 很多年輕人開始 嚮往拜虎爺 因為在電影中把它掩飾得非常的兇 逞兇鬥狠 然後又是一個 行俠仗義啊 沒錯 那因為虎爺跟一般的神明比較不一樣 通常一般的神明可能我們可以講道理 我可以跟你講道理 你原諒我這一次 可是虎爺不一樣 虎爺本身他保有獸性 所以說今天他只要知道你是壞的靈體 你今天是壞的鬼 你是惡鬼 他惡話不說就直接把你拿下來 了解 所以基本上虎爺他是不講前面的 你只要是惡靈 你只要是孤魂野鬼出現在他的領域前面 你就是準備要被他收服 把你處理掉這樣 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來 現在我們先 屁 有沒有帶錢 嗯 口袋嗎 沒有 因為來這邊拜拜 我們還是要先添油箱 對他呢 皮夾拿一下 不好意思我剛好口袋有錢 喔 因為我知道你平常出門都不帶錢的 嗯 不是這樣說 好那 這邊我們先來添油箱 他這個是水洗 但是我們就是 一百塊 六支 這邊是你的六支 這邊是你的六支 煮爐拜拜完 然後到外面 對 接下來是另外這邊 然後還有這裡 外面他這一個啊 比較特別 一般有的宮廟外面都會有這個馬草 他這個就是一般我們神明都會有一些做琴嘛 那馬草的話其實有這個含義 再來是我們剛才拜的那一個旗子 他是那一個金虎爺 冰馬旗 他的冰馬旗 然後右邊我們剛才拜的有一個爐的那個 他其實是 門神爐 對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進去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虎爺 宮廟裡面的一些特別的地方 走 我們兩個現在先進來裡面這裡稍微參觀一下 一進來聞到那個香味啊 感覺好像平常的那個負面的磁場 退掉 不然感覺平常這樣子探險啊 哇 全身感覺都是一些邪理邪氣的 毛毛的 頭脹脹 頭很脹 進來到裡面 聞到這種香 然後就會感覺很正氣 對 難怪這些店裡面的這些妖魔鬼怪 都那麼怕虎爺 就是這樣 那現在我先帶大家到旁邊這裡看一下 咦 那這邊有一些似乎是神明的法器 待會我們再詢問一下這個會館的會長 那因為剛才我們其實已經有知會過這邊的會長 對 所以說 我們就是可以這樣子拍攝 然後前面這邊很特別喔 前面這裡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虎爺 都是金色的 那剛才會長有跟我們說 這個就是讓人家可以請回家 然後在家裡面供奉這樣 請他的分領回家 然後在家裡供奉 對 但是今天的金虎爺的那個金生 因為更叫出去 所以他那一尊大尊的 今天沒有在宮廟裡面 對 不過 沒有關係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小尊的 因為他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他做的比較大一點 然後我跟你講 你知不知道位置 旁邊那裡有一尊是黑色的 這個是吃過泡的 對 他有用泡炸過 就是他可能出巡的時候 然後用一些鞭炮炸過這樣 對 剛才我不是有跟你說 我要請一個法器給你 對 沒錯 待會我就帶你去看看 你今天將獲得的神秘法器 讓你出來探險的時候 可以保平安 但是我希望你出來一定要帶 你不要出來沒帶 沒錯 我會帶著他 你出來沒帶的話 就沒辦法 對 那待會我們就是順便去訪問一下 這個會長 一些相關於虎爺 他的一些典故這樣子 對對對 OK 那我們現在就去吧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請到我們金虎爺會的會長 要來跟我們做一個聊天這樣子 因為其實大家應該對虎爺這個區塊 不是很了解 應該也是吧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準備了幾個問題 要來幫大家詢問這樣子 就是說 欸 像會長 這邊這樣子 供奉虎爺啊 這個宮廟這樣子大概是已經創多久 我們創會已經五年了 今年第五年了 喔 今年第五年了 對 所以目前在高雄的話 金虎爺會就是從你們這邊來嗎 高雄就我們這裡會 然後騎山 喔 騎山也有 騎山天空公 金虎爺會 然後他還有分數器 就是左營分數 喔 左營那邊也有 對 喔 因為平常在高雄比較少聽到有人專門在蹦蹦鼓爺的 應該是比較少吧 對啊對啊 比較少 全國各地應該也比較少 帶虎爺就是一些神明的做情 對 土地公啊 還有那個武財城 嗯 那就是他的做情 對對對 因為一般通常我們去廟裡面拜拜 剛才有跟大家講就是 都是在神桌底下 對啊 我是都做在桌子 對 啊知道嗎 我身上有什麼 在桌子上是天后 喔 他又有分天后啊 對啊 有分啦 在桌子上的行明就是 都拜祭的禮 哼 對 你給他拜祭的禮 喔 喔 所以因為剛才我本來要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拜虎爺的食品 那剛才會長有講 就是 在桌面上拜的話 就是要熟的東西 對 會人有水光啊 要拜虎爺 喔 因為一般我們那廟裡面 如果一個比較拜 都是拜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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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祭 喔 哦 對 他就吃菜 拜祭的祭的祭的祭也不行 對 像我們要拜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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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啊 他來的是什麼 對 要問一下 不要不拜 那會不會拜 對 他這樣拜了也會拜祭的祭的祭的祭 因為你如果不講的 一般有的人 可能想說如何拜祭的祭的祭 那是好啊 拜祭的祭祭的祭祭 不能拜祭的祭 多鐘的祭的祭祭祭 喔 了解了解 欸 這樣 像我剛才告訴我們就是這裡有那個火雅牌 對 因為會長他自己本身也有帶虎爺牌 那因為上次那個養鬼人他自己有跟我們說 他跟虎爺牌有一段過節 當初他的小鬼跟虎爺牌有鬥過 KIN還記得嗎? 對對對 那今天我帶KIN來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要請這個虎爺牌給他一面 然後順便給Alan一面 因為他們兩個這陣子探險的時候 其實發生太多的意外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也給他們新安然後保平安 那虎爺牌是只有這邊有在請嗎? 有 我們新港各分會都有 喔 各分會都有 只是我們的版是這個版 新港的版是 新港上面的版 其他會的版就是用這張下去做改變 喔 就等於把這一個版面然後縮小成一塊牌這樣子 對 它上面是寫新虎將豬 這年符號是已經差不多三百多年了 對 這是古董的東西 這以前有這年符號 那以前的符號是用茶 對 以前的符號是用重的 對 重紅色的那個 那以前以前是這年 在重的那個尾巴 喔 是到921大地震的時候 後來的電 正有一個物件 對 在精神的時候 那時空會被牽涉的時候 有一點點 會被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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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921的時候還被牽涉 還被牽涉 還被牽涉 對 還被牽涉 那邊用工 那邊的那邊還被牽涉 對啊 那邊有那邊還被牽涉 所以921的時候 它是怎麼裂開的 然後剛好從那個地方 欸 找到 喔 找到 你把牽涉拿起來 再找到 喔 欸 我這給大家看 這一個符的樣貌 就是已經 三百年的歷史了 最少三百年 最少三百年 喔 很久 這樣真的歷史悠久 所以 都是教界搬型的一個引擎 對啊 只是說 我們現在是金鳳雄君 原來這裡是金鳳雄君 喔 我們是跟上面的金鳳雄君這樣 喔 了解了解 待會我們就是會 讓會長帶我們去看一下 那個虎爺牌 因為虎爺牌它又有分 吃過泡的跟沒吃過泡的 它細分成這兩種 那待會我們會請 會長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虎爺牌 它的功效 以及佩戴的一些禁忌 它有點朱砂開光 有吃過泡跟這個沒有吃過泡的 效力無差嘛 它整塊都是黑曜石做的 對啦 你自己自己 對 然後你自己給 對 這個虎爺牌 金虎爺的金身 旁邊有放著一面鏡子 跟一隻餅 這個是開光鏡 開光的 來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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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黑曹 空氣 你現在要做 來自走 好 來自走 去黑曹 好